红千千万 但是能成为宇宙第一博主的 只有基亚拉法拉格尼 稍微熟悉时尚圈的小伙伴 估计对基亚拉不陌生 咱们国内通常叫她宇博 但是谁能想到童子们 这个一度被称之为意大利之光的姑娘 最近竟然大翻车 这样就好好捞这个事 基亚拉今年才36岁是意大利人 2009年上大学的时候 基亚拉就开始模仿美国时尚博主 开通了博客 分享自己的穿搭了 算是意大利本土最先吃上时尚博主这晚饭的人 最开始基亚拉的一品说实话不算特别出众 偶尔也会翻车 但是盛在努力 也舍得自己砸钱买奢侈品 慢慢的她从街拍入手收获了不少粉丝 现在呢基亚拉光是在インス上就近3000万粉丝 今年还有专业的网站统计过 基亚拉每条贴子都能给她带来10万美金的收入 也就是说她每在インス上发一次动态 一个爱马仕就到手了 这么算下来不说别的 她光靠发发照片就能粘入近千万美金 怪不得人家能叫宇博呢 经过十几年的运营 同名品牌从服装鞋包子到彩妆都推出过产品 就这个大眼睛的logo估计不少小伙伴都见过 那这次翻车的事呢就跟她这个品牌有关系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意大利本土的蛋糕品牌潘多罗 就趁着圣诞节快到的功夫呢 和基亚拉做了一次联名推出了这款蛋糕 联名之后的设计呢长这样 就是把基亚拉品牌的大眼睛logo给加到了这个蛋糕上头 那既然是限定的 这蛋糕的价格也从原本的3.7欧涨到了9欧 有一说一不便宜啊 不过呢这联名蛋糕还是不少基亚拉的粉丝买单的 因为基亚拉本人在宣传的时候打出了慈善的口号 他说啊这款联名蛋糕的收入将会捐给多林当地的一家儿童医院 用来帮助里面换鼓癌的孩子 那这个文案怎么说呢 就是在这个语境下 粉丝们都觉得基亚拉捐款的数额肯定是跟这个蛋糕销量挂钩的嘛 蛋糕卖的越多 最后医院得到的善款肯定也越多 就让很多粉丝呢都自愿掏药包去支持 蛋糕自然也卖出了不少 当时呢这波联名卖的还挺火的啊 慢慢就引来了意大利竞争管理局的注意 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成意大利的市场监管局啊 这个监管局就注意到呢 基亚拉的这波慈善宣传啊 发的新闻搞啥的说不清道不明 就是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于是呢就开始对这次活动展开了调查 这不现在一年时间过去了 就在12月15号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了 没想到啊同志们 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调查显示呢 基亚拉竟然一分钱都没有捐 而基亚拉本人呢 至少在这次的联名活动中赚了上百万欧 好家伙 这个官宣相当于是官方下场 捶了这位宇宙第一博主乍捐 这个结果啊就把所有人给震惊到了 最终呢管理局裁定 罚款基亚拉和其公司呢 总共107.5万欧元 蛋糕品牌潘多罗也被罚了42万欧 这个结果一公布啊 基亚拉磨蹭了好几天才回应 他呢发了一个道歉视频 就这个态度吧 多少觉得差点意思 首先呢他说自己意识到了错误 并且会向医院捐款100万欧 只不过呢他把这次翻车呢 归咎在了自己沟通出现了问题 说自己当初没有说清楚捐款的细则 其次呢基亚拉还说 如果官方对他减少罚款 他就会把省出来的罚款全部捐给医院 最后呢基亚拉说了 他不认可管理局的裁定 觉得这个处罚是不公平的 之后会进行上诉 就这个态度呢 别说吃瓜的群众了啊 吃蛋糕的粉丝那是更生气 自己当了冤大头不说 善心还被利用了 完善了这位当事人还觉得自己委屈 于是呢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脱粉回彩 其中呢就有粉丝扒出来 基亚拉已经不止一次 利用慈善的名义割韭菜了 早在2021年和2022年的时候 基亚拉就跟某品牌合作 联名推出过一款复活节的彩蛋 当时啊基亚拉也在个人社交平台宣传说 这是慈善项目 现在呢就有媒体查到呢 基亚拉这两年总共拿了120万欧的报酬 但是呢最后只捐了3.6万欧 神奇的是啊 感觉到这事被扒出来之后呢 基亚拉火速删掉了当初宣传 复活节彩蛋联名的帖子 不过呢得亏网友们手快 给截图保存了 现在啊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 虽说基亚拉动态照常更新 但是已经有合作商出来和他解约了 你说好好的吃时尚饭不香吗 利用慈善形象来捞钱 那得到反噬肯定是迟早的事了